院长您好 民主国家的立法权 包括听证及调查权 4至585号明确指出 立法院为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之立法职权 本其固有之权能 自得享有一定之调查权 立法院与院会决议后 可要求调查事项相关之人民或政府人员 陈述证言表示意见 违反协助调查义务者可以处罚 失去调查权和听证权的立法院 就像缺了牙的老虎 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监督 立法院应该尽速完成相关修法 请问院长 我的这一段话你同不同意 我看这个调查权的这个部分 实际上立法院这边以外呢 还有这个监察院也有调查权 我只问您这一段话您觉得你同不同意 本来我们在这个国会殿堂里面 我们就有来接受 这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认不认同 认不认同 如果违反了协助调查的义务可以处罚 你认不认同 这一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 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院长 你有宪政高度 答这个话支支吾吾的 也不太像你 我再问您只好 对于违反 在立法院应该彼此尊重 感谢您严重的打脸的陈其迈 这是2012年12月6号 陈其迈郑立军立委们召开健全议事运作 呼吁国会听证调查权记者会当中主张 我原文照念 恭喜你 郑重打脸的2012年的陈其迈 陈其迈明确要求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 并对违反者可以处罚 我再想请教院长您下一句话 我已经在朝你国会听证调查的法案 准备要修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底下是我的修法理由跟修法方向 想请教院长是否认同 立院得设置调查委员会或专案小组 调阅文件及要求有关机关人员提供证言资料 如果立法院对调阅文件之存在或真实性 有合理重大怀疑 经院会决议得要求政府机关提供原件 立法院行使调查权实 行政机关如果没有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或政党理由 拒绝列席提供证言虚伪陈述可含请司法机关处罚追诉 致令藐视国会罪官员公完说访得处罚之 你觉得我的立法理由写的好不好 不太好 恭喜你打脸了柯建民 这个提案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柯建民总招等人 在2016年4月提出的修法版本和文字内容 而藐视国会罪的部分也是蔡同龙先生一贯的主张 在民进党的版本里面 他所修正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4条之二 针对无法律依据行政特权正当理由拒绝拖延引力不提供文件资料或物件 或者是做虚伪陈述等等的行为 要可以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并得暗次连续处罚 可不可以请院长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打脸陈其迈 为什么你要打脸柯建民呢 我觉得时空有改变 那很重要的呢 时空再度改变就是你们的屁股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重要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不可以审慎严议啦 我委员我讲完 我们需要审慎严议来听取各方的意见 刚才我给你讲的跟你说的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很重要的 院长你今天被询是以什么身份在这边被询的 我刚才你问我个人的意见 没有关系院长我告诉你 你在这边就充分的展现了民进党的反复 身为民进党的阁源 你公然打脸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出来的国会改革版本 然后呢连陈其迈高雄市长的面子你也不给 你就打脸他 可是我跟院长讲你完全正确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的政党啊 这个我不同意 有关系你不同意 但是你刚答询就证明了这件事情 我讲时空 2016年 2016年4月的民进党版本 他赞不赞成国会听证调查 白纸黑字哦 还是你要像上次要去查资料 认为我讲的是不对的 我讲的是有评有据哦 可是今天 行政院长 民进党行政院长公然反对国会听证调查 也反对对于违反国会听证调查义务 要刻以罚还 这些都是民进党2016年的主张 也是2012年陈其迈的主张啊 甚至蔡同楼一辈子要争取的国会听证调查 她是心愿一愿啊 就被你三言两句轻言轻轻的就把他抹杀了 可是为什么我说你是正确的 你知道柯建民现在 总招讲到国会听证调查 他怎么说你知道吗 您知道吗 他说这叫毁线乱政 你认同吗 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叫毁线乱政吗 我想国会听证调查 目前哦 在这一个武权分立的地方上 立法院不应该绝度的 我再给你一个修正的机会 你赞不赞成民进党2016年版本4月提出来要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 赞不赞成 我不赞成啦 你不赞成啊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武权分立的这个情况下 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你讲武权分立 请问你 宪法大法官会议4-585号 你告诉我怎么说 我没有办法记起来 他直接说立法院就有调查权啊 这大法官4-585号写4写的 而且如果对于违反听证调查的意义 他直接写可以得以科处罚还呢 所以这是何宪啊 何来毁宪乱政之说呢 我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啦 院长 我告诉你我不怪你 因为民进党的柯建民总招 就自己在自己打脸嘛 打脸打到你最近可能都看他的说法 你可能就被他误导了 回去读读宪法 读读民进党2016年的版本 比较实际 我在这边跟院长报告 罗志强在这边公开宣布 我今天百分之百站在2016年的民进党这边 我会提一个 跟民进党2016年的4月 完全百分之百一致不差的 国会听证调查制度的修法法案 希望院长可以给2016年的民进党一点鼓励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请院长回答 这个很简单 可不可以 如果 我刚才已经讲过 这种事情 没有关系 我跟院长讲 我就是要眼睁睁 瞪到眼睛 看看 民进党去反对自己2016年 4月提出来的 国会听证调查 法案 我就要看看民进党的屁股 又长到脑袋上面 要不要继续地打脸自己 院长 我想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NCC是才委员会制 对不对 是 设置几个委员 七个 要经院长提名 立法院同意 对 7月会有4位委员任期届满 按照法律 请问几月底要完成提名 四月底 所以没有意外是你来提名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赖清德总统当选了 有没有跟你沟通 那个委员的人选 目前还没 没有是不是 我想请教您 你已经多次 在那个答询当中说 你不会留任行政院长 对不对 所以换言之 你在4月底提名了这些人之后 520以后 这些委员 就新政府了嘛 对不对 那你不觉得 你开守政府 你提名委员 我问你 你有没有要跟新政府 要沟通一下 当然要啊 当然要 但是顺战到现在为止还没嘛 好 那赖清德说要提名跨板派人士 担任NCC委员 那考量到立院有同意权 你会不会尊重立院的多数意见 事先做沟通 还是你就直接提名丢到立法院来投票 我想有各式各样的沟通 而且各式各样的征询 你会沟通征询嘛 不会就自己就直接提名人选 就丢到立法院来投票了嘛 谢谢院长 我这里肯定你 跟在目前国会多数的在野党 好好沟通 那我想问你 NCC最主要组织的任务是 落实保障言论自由 维护媒体自主嘛 对不对 可是过去八年 民进党执政也掌握了NCC的提名运作 外界有很多的批评 认为NCC上市的独立机关 该有的独立自主性 当然我相信你不认同啦 可是我要问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法律 明确保障爆社电视广播 试验的独立自主啊 不要受政府的侵害啊 要啊 需要 要是不是啊 那请问 我们现在NCC关掉哪个新闻台啊 诶 但是他有他的这个执法的依据啊 而且他是一个独立机构 所以独立机构 我直接告诉你 我刚刚讲的话很简单 我讲的话就是民进党党纲里写的 我并没有看到你们真的去尊重民进党党纲里面保护新闻自由的精神啊 独立自主的精神在 我们有保护新闻自由 NCC委员 主委的治理之下 你看到的是我们新闻被钳制啊 我想请教您 没关系 我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作为总统或执政者 无论电视台或节目的好坏 就算很讨厌某电视台 要关掉电视台或节目都不该是由政府去关 而是要由乐听人也就是观众 透过市场机制来决定 请问院长你认同这句话吗 我想NCC之所以成立 不该由政府去关新闻台 你认同这句话吗 一定有NCC的这个设立的 院长这句话只有认同不认同啦 不该由政府去关新闻台 你认不认同 报告委员 我们的依法律有改造制度 我没有问你哦 我是跟委员说明一下 我没有问你哦 我问的是院长哦 任何的如果是需要 第四次问你 新闻台跟节目不该是由政府去关 这句话你认不认同 我想 我们要依法来处理 而依法处理的时候 法律不对要不要改 法律间授权NCC可以关新闻台 我跟你挑战的就是法律的正当性 换照是NCC来审查吧 我再问你一次 我就说这法律不对要修啊 所以我要问院长 抱歉 你没什么公信力我不想要问你啦 我要问院长 新闻台跟节目不该是由政府去关这句话 你认不认同 第六次问你 认不认同 我是认同 但是 谢谢你认同 请问你旁边的那位关掉哪个新闻台 但是问题是 你旁边的那位关掉哪个新闻台 我们依法进行各种换照制度 对 你们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宪政当中新闻自由的价值 一天我认为破坏了新闻自由的这个上位价值 法律就要修改 郁兰认不认同 我想 新闻 我倒退来再问你 请问 现在的法律 你刚刚说你认同政府不可以关新闻台吗 你刚刚讲的嘛 你要收回啦 不会吧 没有 现在就是 你刚刚讲了 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现在的法律 违反了你的信念 你刚刚说你认同政府不可以关新闻台 现在法律授权NCC 这位新闻自由的屠夫 去关新闻台的时候 没有什么新闻自由的屠夫的问题 关新 我跟你讲 那后来我问你 我问你 你把NCC的功能 我问你 错误的解释 你前面已经讲你的前提讲完了 不要在这里 来院长 我再问你一次 现在的法律是不是 NCC授权可以关新闻台 审查执照 他可以换照 他可以审查换照 你不给他执照就关了啊 就是关新闻台啊 你有没有给中间执照 你给他执照他会关吗 换照制度就是他规定 换照制度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啊 院长 我想请问你啊 国民党威权时代的报警 你总不认同吗 你不会支持国民党时代的报警吧 那国民党时代的报警也有法律依据啊 这底下是报纸都是政府说关就关就可以 为什么 快会来解除报警 就是法律不正义嘛 认不认同 我没问你 请你不要讲话 我问院长 你站不站成解除报警 取消政府官报社的权利 你不要把两件事情给扯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讲NCC的功能 你刚刚前面自己讲的话 你又要改口了吗 你要改口了吗 我想在这一个神圣的民主电台里 我直接告诉你啊 不要去讲这种 我直接告诉神圣的民主殿堂 你确于捍卫新闻自由 连自己都知道政府不会关新闻台 你自己都知道政府不会关新闻台 结果 你在旁边 你说叫依法办理 对啊 那照你的逻辑威权政治国民党 你也去加入帅了 当时的法律不好的话 当然是不应该啊 非常好 给你掌声鼓励 这个法律违反你的信念 不是罗志强的信念 是你成见人的信念 你说政府不可以关新闻台 我直接跟你讲 你知道这句话我刚刚讲是谁讲的吗 也不是罗志强讲的 是陈水扁总统讲的 他非常反对关中天新闻台 他认为他不会关新闻台 他不能理解你现在的徒子徒孙 杀害新闻自由啊 我在想请问您哈 中天NCE撤照三年多了啦 请问高等行政法院现在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啊 谁赢啊 现在判决的结果呢 还在诉讼当中 我讲高等行政法院 我以为可以回答吗 我讲高等行政法院 你回答一下 目前高等法院 当然高等法院 我们这是败诉 我们上诉 谢谢你 我要这两个字 对 你败诉 这个诉讼还在进行当中啊 我要再问下一句话 是 这诉讼进行下去 你总会花了多少律师费啦 跟中天的官司 律师费来讲 我们有跟 道指说一千三百万是对的数字吗 不是 那是多少数字 一个案子哪有可能一千三百万 你打了三 你打了二十六加一的案子 二十六加一 我们赢了十四件 两件 我要问你花了多少诉讼费 我告诉你 你这样跟我依法论法 你知道 行政机关 依法论法一千三百万不是对的案子 尊重我回答 好是是 谢谢 行政机关做的行政处分 在行政 在行政诉讼过程当中 败诉是很显见的 委员 你基本上 你要输到实践官司 你跟我讲你很跑道道 你没有输掉实践官司 没有关系 至少百分之百你输掉了 哪有百分之百 你输掉了这件事 没有 这个还在上书当中 怎么会百分之百输掉 你目前省级 你就是百分之百的输 那是只有高等级 上书 上书 还在进行当中 来来来来 法议你也是决法议 判决确定才是什么 没有关系 你当然可以上书啊 你还在上书中 没有关系 可以全力救济 我想请问您 为什么最高 为什么高等法院 派你们输啊 高等法院 并没有完全查清楚 说我们上书 哎呀 好了不起啊 原来是高等法院的错啊 当然 陈水扁也错了 高等法院也错了 陈奇迈也错了 柯建民也错了 法院 这个法院是法院 今天真的是发现 没有 只有你陈耀祥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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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受公平 我再问一件事情 院长你知道吗 不用你回答 我问院长 就算今天 中审 NCC败诉 你知道结果 中间可不可以到52台 副台 可不可以 我告诉你也没办法 因为你旁边那一位 再撤销他一次 无限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要拜托院长 你发挥你的学者良知 你回到你的初心 你最初说的那句话 政府不可以关新闻台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记住这句话 因为是在你的良知 发光的那一刻 你讲出了这句话 你被旁边这个人影响了 你被旁边这个人影响了 没关系 我告诉你 你刚才强调的这一个 我的主张很简单 就是要修法 截至NCC 这种 濫用政府职权 伤害新闻自由的事情 你认不认同 你站不站在这修法 NCC有它成立的必要了 你站不站在修法 约束政府 濫权 濫权 关新闻台的这件事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濫权 没关系 你又忘掉了前面 十分钟 喔不对 五分钟前的曾经 我们要支持新闻自由 但是我不赞成造谣 或者是未提宣传的 今天来诈骗横行啊 许多善良百姓人才两师 我想请问您 诈骗是国耻吗 诈骗确实是 在台湾需要再继续加强 来打诈 我想请问院长 你很爱跟马英九比较嘛 对不对 上次实案报告就跟马英九比较嘛 对不对 你更喜欢比啦 来诈骗 让你再来比一次 请问 马英九任内被诈欺的被害人多 还是蔡英文任内多 全世界在这十年来 我只讲马英九跟蔡英文 你不要 你的马维拉扯完 还要扯世界维拉吗 我跟你讲的是事实啊 这是全球的虚实 你讲不知道就好了 我不会怪你不知道数字 我是问数字 你也都不知道啊 不要在这里 打它当作是一个秀场 我再问你一下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回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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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呢 我可以回答了是不是 你说呢 你当然可以回答 你要去拖我时间没关系啊 这两个 时空不一样 我要讲的就是说 当 这一个 戒指媒体 马英九年平均 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九人 蔡英文年平均 四万两千一百六十八人 多一万人 那我再问你 时空背景不一样 你的时空切割之数 连新闻自由都可以切割 连 憲法保障立法院的听证调查 都可以切割 你干脆叫 时空切割次元王好啦 这本来就是 时空切割次元王 我再问你 马英九任内 詐欺嫌疑犯多 还是蔡英文 跟我的说明啊 我们破获的也相当多 我问你 部长没关系 因为我比较尊重您啦 刚刚那位我不尊重啦 院那位就是杀害新闻自由的一个 祸首 我让你回答 马英九任内诈欺嫌疑犯多 还是蔡英文 当然用人数来比 因为我们破获的多 当然所呈现的 百英九年平均是 兩万人 蔡英文年平均三万三千人 多出一万三千人 院长我再问 到你啦 前面都可以推给苏贞昌也没关系啦 去年五月院长拍板打炸行动缸理1.5 想请问院长 去年下半年在 打炸国家对努力之下 炸气案减少了吗 没有 诶 非常诚实 20123年1月到5月 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件 六月到十二月 两万一千四百八十五件 你知道我有个体会呢 打炸1.5 行动缸理我终于懂什么意思啊 不是要升级打炸行动 是键数增加1.5倍啊 院长 你还能够自我感觉良好 于你的打炸的迹象吗 当然啦 我们打炸我 你当然自我感觉良好 就像说 过去的一到 一百一十二年这里面 我们有一千八百五十一万通的 这一个诈骗电话被 被拦阻 有八百五十一万通的 这个恶意简性被阻挡 而且呢 我们阻止的这个诈骗案件 一共有一万一千三百件 阻挡的金额呢 有七十五点九亿 那如果在查扣 诈骗受害者 比马英九每年多一万人 诈骗嫌疑犯比马英九每年多一万三千人 连你自己执政 诈骗案件都增加1.5倍 我告诉你 做最好一件事叫自我感觉良好 你自我感觉良好能力超越马英九 我直接讲 真的 你再讲的不是我 你讲的自我感觉 我又讲很简单 食安报告我也超级佩服你啊 你知道你被你的部长薛岳元打脸吗 我在问你这种食品中毒 你跟我讲不是食安问题 你们上次我在部会咨询 他就说是食安问题啊 然后我跟你讲 食品中毒人数 食品中毒不是食安事件的一个重大 我跟你重复讲食品中毒 我只跟你讲的是 食品中毒你每年比马英九多四百人 你连查验食品的安全检验数字 每年比马英九少二十一万件 你都可以讲你食安做的比较棒 我当然能够接受 你说你诈骗做的比较棒啊 你自我感觉这么良好 无敌宇宙切割刀 我当然只能佩服你的自我感觉良好啊 最后啊 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院长 但是我发现今天 我还蛮肯定院长 你知道为什么要准备这个东西吗 因为我上次食安报告 我发现院长 你的抢话蛮严重的 但今天我发现只有一次 所以我今天给院长肯定啊 所以这个牌子我不用送给你了 我本来是要说的是什么 宪法征修条件第三条第二项第一款后代 依法委员在开会时有